大家好,我是一小点儿 上期我们制作了中式的葱油饼 今天来做一款西式的饼 法式可丽饼 我们先来制作面糊 将面粉,盐,糖 放在一个大碗中 简单搅拌均匀 面粉用低筋或者普通的中筋面粉都可以 这个面糊非常稀 不用担心面筋的问题 再单独准备一个碗 打入鸡蛋,打散之后加入牛奶 牛奶和鸡蛋都要恢复到室温 否则面糊温度太低 会让之后液态的黄油凝固 牛奶可以使用微波炉 加热10秒到20秒来恢复常温 而鸡蛋可以放到温水中 泡几分钟来快速恢复常温 黄油用微波炉加热30到40秒 融化成液态备用 将刚才搅拌好的牛奶鸡蛋混合液 慢慢加入到面粉中 先加三分之一搅拌成面糊 再加余下的 如果一次加入的液体太多 面糊很容易结块,不容易搅匀 最后加入融化好的黄油 搅拌均匀 如果有搅拌机 可以将所有材料 直接放进搅拌机里打匀 如果是手动搅拌 需要再过一下筛 来过滤掉一些结块的面粉 或者黄油 用不粘平底锅 小火加热 涂一层油 锅烧热之后 一手提着锅 另一手舀一勺面糊倒进锅内 倒完马上转动锅子 将面糊铺匀 这样才能将可丽饼 摊得又薄又均匀 咬面糊我用了电饭锅带的汤勺 量刚刚好 要根据自己的锅子大小 调节面糊的用量 刚好均匀地铺满锅底即可 当饼皮边缘并焦黄 可以轻易地与锅子分离时 用手小心地揭开大半张饼 把铲子伸到下面 小心翻面 因为饼皮很薄 翻的时候要慢点来 开始失败几个也很正常 熟练就好了 也可以戴上橡胶手套用手翻面 更加容易 如果你的饼一直破 可能是翻面太早了 或者是饼摊得太薄 翻面之后再烙20秒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叠放在盘子上 稍微盖上点防止它变干 如果因为动作慢或者火太大 导致锅子太烫 可以用水冲一下锅子底部 给它降降温 再烙下一张饼 看一下烙好的可力饼 薄如馋意 可以搭配上自己喜欢的果酱 巧克力酱或者水果 这里我准备打发一点奶油 大奶油加糖 手动打发 自自行搅拌 自自行搅拌打发效率更高 大约两分钟左右 奶油就变稠了 打发到这样有纹路 微微有一点流动性就可以了 将可力饼叠一下 摆个造型 然后盛一点刚才打发的奶油在上面 点缀上一些水果 还可以淋上一些巧克力酱 最后再撒一些糖粉作为装饰 一盘好吃又有颜值的可力饼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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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